I News 国会风云时间 今天立法院有哪些重大的消息 马上联系给记者谢孟哲 孟哲请说 I News 国会风云今天带您来关心 就在昨天共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演习 趁着蔡总统出访非洲不在家的期间 国安单位跟陆委会相关的单位 也都跟蔡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但陆委会的副主委就对岸发出了一个讯息 他说其实对岸这样的一个实战演习 是违背两岸之间和平的承诺的 我们现在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的针对性的军演 绝对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也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 那么也跟他们的领导人追求两岸 这个心灵弃合的背道而驰 我们认为任何的威吓 我们绝对不接受 我们坚决捍卫我们国家主权 以尊严 我们坚定维护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政策立场 不会改变 我们任何有任何争议 就在台海演起落幕之际立法院 另外一场表决大战也即将展开 就在礼拜五军人年改的草案即将在院会来进行表决 但是一大早就发现有立委在议场前面来排队 甚至是在议场前面还挂着两个外套 一个是黄国昌的 一个是民进党总召柯建民的 甚至黄国昌在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就来到议场前面排队为了抢登记发言的位置 这么拼呢也是为了希望法案能够排进议程里面 我们先来听听许代力量的立委怎么说 主要是星期五因为议程 院会议程还未定 那我们是希望能把婚姻平权的法案列为讨论事项敌案 所以今天凌晨的时候 国昌委员三点半就来排了 这样那我们是希望说各党团人支持 在礼拜五院会的时候能处理婚姻平权的法案 那因为现在有一些公投案出来 那显然蛮反动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立法院不能再怠惰了 应该赶快处理这样 时代力量跟民进党立委虽然都在议场前面排队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时代力量是希望能够将同婚的议题排进明天的议程里面 而民进党立委来到议场前面排队 则是希望在明天军人年改的草案审查的时候 不要遭到蓝营的阻挠 所以他们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点来到这边来排队 甚至用卢伦班的方式打算撑到明天早上 但是关于台北市选战的议题 时代力量传出分裂的消息了吗 传出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主委林长佐跟主席黄国昌 在提名人选上有一些意见不合的状况 但今天林长佐粗面澄清 强调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听听林长佐这么说 好像主席也都很尊重各地的主委 虽然我们针对很多不一样的人选 大家都会讨论 尤其就如同我刚才讲的 其实各个方面都有不一样优秀的新年人出来 那到底怎么样去评估 那我们也其实的确大家都面临了很多困难的抉择 对 由于爆料还说呢 其实林长佐在过程当中是培养自己的确的人马 但林长佐强调在整个提名的过程里面 人选非常的多 难免会有遗珠之憾 他也强调像最近才冒出头的黄淑芬 其实并不是他过去团队里面的成员 他强调自己是择优太烈 整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没有选到的人 所以他强调其实整个时代力量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都是尊重各县市党部的主委来进行操盘操刀 主席不会过问 但是也会居中协调 强调没有矛盾的问题发生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时间尽头交换彭内主播 感谢观看